所以我們幫幫大家挑選出來這幾款 尤其是在同一個年份上的二手架的表現 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進入二手市場 又要挑到非常超值的車款的話 大概三四年左右這樣子的車來說 其實它的超值 還有它的CP值也相對比較高 为什么黄总要选择像这个集聚 还有这个年份的这个车款呢 好 原则上在市场上 三到五年代表两个定义 一个就是说可能这个客人呢 他租赁期快到了 甚至已经满期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分期付款也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会有大量的车会 在市场里面交易 所以它也会相对反映这样的量的数量 然后价格呢也反映出来了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接手这样的车 会有几个优势 第一个我刚刚讲 它可能分期付款前 它的保固期现在大概三到五年 也就是说这些车如果还在保固期 你买了安心 就算刚满保固期你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 车主可能在保固期到期前 把该整理都整理好了 所以你到手的车再用个三五年 看起来问题不大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精选 三到五年车的很重要原因 可是相对的 你买到的价格都在50%以下 五年的车大概都 就是宾四S 你都过不了50% 所以你几乎是把这个前车主 最大的消耗消耗掉了 那你使用的一个感觉 就非常的舒服了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来算 三到五年的车 为什么滑得来 比方说我是一个 刻意买中古车的 我怎么算呢 我用一个四年的车 我接手过来 我再开个它两年 以这个200多万的车 折下来我用120万买 那我开两年以后 被折了15万 再两年换一个 同样大概在那个价位带的 我再折下来 再折个15万 那我三次下来大概多少 折了45万 对 对不对 我们换算回来 如果你买一部250万的新车 然后你撑六年把它卖掉 剩下90万 那中间所产生的价差是 高达七八十万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精明的挑车选车 又用不会太尴尬的 三到五年来选购中古车 而且你又找到适合的车商 我觉得这是现在这个社会 钱不好赚嘛 我们是不是要精明买车 精明用车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所以真正会玩车的朋友 基本上他会从二手的市场上面 去挑选一些CP值比较高的车款 当然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除了这个Audi的A8之外 还有另外一款车 在新车价上面 高不可攀 那就是Massarati的Quattropote的SQ4 德哥 它是Massarati 真的那个价钱真的Massarati 没有你要先看 第一个这台车很漂亮 但它新车是664万 668万 但是它其实已经五年了 可是说因为你知道 它算是性能房车 你知道在品牌的定位上 Massarati又高过于双臂 因为这些都是后座买家 但是你买这台 你买到两个东西 一个 一个是它的性能 一个是它的美心 那德哥你可不可以带着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一款Massarati呢 好 走 其实你会发现这一台 它其实严格这样 你可以把它定位为旗舰房车 还有性能房车 而且14年刚刚好 就是它大改款的时候 所以它那时候新车668万 现在这台招办几公里而已 因为很新 500万要不 不用 300万 不用 它只要268万 你省400万 这样是折几折啊 4折吗 已经折了400万 对 已经折了400万 而且这一台 SQ4其实 它在性能的表现上 其实已经算很出色 它虽然搭载的是六缸引擎 那麻烦冠仪帮我打开一下引擎盖 我刚好看到它的引擎真的很美 对 它的六缸引擎 它厉害在哪你知道吗 因为这一颗引擎啊 它是法拉利协助开发的 所以它除了外形美 它还有绝美的声浪 而且它可以炸到410匹的最大马力 那结合它的四驱系统 它的SQ4的四驱系统你知道 它在极限状态的时候 它前轮维持10% 动力会抽到90%在后轮 所以感觉有点像是FR的配置 而且Masrati的车款 它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一定是50比50的配重 所以你会发现 它在引擎的设定上 它是有点前中置的 所以你在极限状态的时候 它会觉得比较好掌控 就是它也不会太甩 也不会太推 而且你在譬如说你车尾 你在过弯的时候 过弯的过程 然后方向盘回正补油的时候 你感觉好像车尾快要甩出去的时候 它动力会突然抽到前轮 以50比50的状态下维持前进 所以它在弯道或是湿滑路面上 你会觉得算是平稳 而且这台车 你光看这个水箱护照这么大 你就觉得 它看起来其实是很霸气 如果买这台车 我反而建议就是 整个车车升级 就自己升级 因为它还有一个顶级的八缸 八缸的就很厉害 它的GTS 我那台零到100只要4.7秒 而且急速可以310公里 那如果是八缸引擎 它的引擎就是在 法利的马尼诺工厂打造 而且你把车门打开 你知道吗 为什么叫它性能防车 因为这一台 它就是一台四座的跑车 你有看到无窗框 对对对 而且它算是轿跑车了 对 轿跑车 而且你把窗户升起来 它是双层玻璃 就是在这个部分 这些细节 它会让你觉得 这就是一台高级车 那一直延伸到后面 后面也是无窗框 而且它在西柱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Masorati的logo 然后整个走到后面 再把引擎声浪启动 它会借由四维管 请泄出美妙的声浪 所以其实德哥为大家推荐的 这款Masorati来说啊 它的新车价是大概600多万 可是呢 如果你觉得 在这个600多万 也许会让你觉得有压力的话 但是不到五年的车款呢 才200多万就可以入手了 那不过观众朋友 你们有没有发现说 其实我们刚才 为大家介绍到现在呢 不是柴油的引擎啦 不然就是涡轮的引擎 对于传统的这个 自然进气的引擎 是没有这样 就是我们没有推荐给大家 可是呢 如果说以这个柴油的引擎啦 或者是涡轮的引擎来说 可能大家会担心 在日后养护成本上面 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高 那乃哥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会影响二手价呢 引擎的形式 当然会影响到一些中古的车价 包括现在很多很夯的油电车 你会考虑到这个中古价 你当然自然会考到它的排气量 跟它耗油率嘛 但是仪文今天的主题 是高端的这些车 大部分你配了涡轮 因为它要大的动力出来 以现在的涡轮来说的话 大概这几年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涡轮的材质跟科技 都精进很多 以前常说 8万公里 10万公里 要换一颗涡轮 可是现在的车 大部分都不用 不是需要担心 你大概车子用多久 涡轮大概都可以用多久 在可能在你变速箱坏掉之前 它可能涡轮都还好的 但是要看使用状况 不过平均来说 涡轮应该不是一个考量的重点 尤其现在的涡轮池质 也非常的小 它的耗油也相对的 因为down sizing加涡轮 马力提升了 油耗变得更好 没错 所以这个涡轮不是 一般消费者应该要考量的地方 反而是柴油这个议题 就比较有趣一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自己有 公务车就是像Focus的柴油四门的 然后还有一台535D嘛 这两台呢 有分别不一样的结果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第一 现在柴油其实在很多国家 已经不再主推这样 因为开始转油电 或者更捷径的一个动力 那柴油 以前 在台湾超过一阵子 对不对 开了柴油回不去了 为什么 牛力实在太美妙了 所以现在呢 应该是说比较低价的柴油车 反而 好像就没有受那么多的青睐 为什么 因为它到了一定的时间 你不管PDF啊 这个捕捉器跟这个过滤器 你可能都要去更换 甚至它还会塞住 造成更多的污染或损坏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可能很多人就不会去考虑它 但是有一些车总会 逆势成长 为什么 譬如说我刚刚说那535D 我记得前一阵子 我大概是两年前买的 那时候买大概在90万左右 没想到过了两年之后 当然我有做一些升级啦 现在开价竟然比两年前还高 我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 这个06年的车 十几年了 为什么还会往上走 然后我大概看了一下 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 这个车子在 这个车型是很特殊的 因为那时候我跟大家说 都说打这个M5的扭力 但是马力大概没有 但是你要想想看 超过200匹以上的马力 像这个做一些升级 到四街到400匹马力的时候 其实那个马力的差别并不大 扭力却很有感 那我的这个535D的扭力 你不升级的时候 几乎就已经接近M5 那种V10的扭力输出了 所以它的乐趣是拉高很多 重点来了 又是一个 M5要多少钱 535D要多少钱 还有后面的保养 那个差别是很大 V12引擎跟这个3000的这个柴油 差太多了 所以有些车是逆势成长的 那一般的柴油车 反而大概都有一些考量 就反而是下跌的 所以这边在买中古车的时候 可以还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对 挑车 没错 除了刚才呢 达人为大家推荐的一些 这个中古车市场上面 表现不错 很超值的车款之外呢 其实在美国呢 知名的二手车的机构 也做了一个统计 针对这样的轻车呢 出厂三年之后呢 他们在二手市场上面的表现 其实这5款车呢 在台湾都有 那艾达 为什么这5款车 会名列在这个排行榜之内呢 这当然是有它其中的原因 不过我觉得 大家先来看一下 这5款车呢 都是属于欧洲进口车 对不对 对 OK 都是属于欧洲车 对台湾而言嘛 这是在美国 三年的一个折旧率 最好的也不过就是 B&W的5系列是52.6% 没错 那差一点的大概 ODI的A3到47% 你看另外宾室啦 大概都不到50% 都没有差很多 所以你换上回来 我们刚在台湾看了 这个顶级豪华房车 5年啦 还有37% 45%左右 所以其实在台湾 相对也反而 还更保值一些些 那为什么这5台车呢 会是这个名列前茅的一个车型呢 第一个 当在美国呢 这个车商有非常好的一个 所谓的补贴策略 对于这个车主而言 他有非常好的一个补贴策略 鼓励你用租赁的方式来去购买 所以呢 每年 每年每年他就希望你换新车 他给你很好的补贴策略 就告诉你说 冠宇啊 这车有一年喔 不如你再换一台我们宾室的这个车子好不好 他这样子可以刺激他自己品牌的一个这个销售数量 那当然呢 很多人买这个车子啊 又买了当时买的 因为这样子的因素 所以买了很多所谓的入门的车款 结果开了一年发现 哇 怎么要这个配备没有 要那个配备没有 自己自己也很想要升级换车啦 自己也很想要升级换车 所以他会在一年内啊 这个相当程度的一个这个脱手率 也就是说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的 三系列 E Class或是C Class 外汇车到台湾来去做车 因为这些车子在那一边呢 就已经变成二手车了嘛 他就运到台湾来卖 那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 就是说 经过这个JD Power的调查 这些车子啊 尤其是双B车在美国 他们所谓做的这个 顾客的一个这个调查 就是初期满意度 对于这个车辆的满意度 包含了这个维修保养 新车的满意度 这个故障啊 或者是故障率啊 新车保养故障率啊 满意度啊 维修保养 SOHO服务 这一些满意度的调查 大概这五个车型里面 拿到的成绩都没有太好 大概都是中上 中阶的一个这个等级 大概就是三星的一个价格 大概是平均 甚至有一些车款 它是低过于平均值的一个这个评价 所以让他们在这个 新二手车市场里面 其实是交易数量非常庞大 那相对来说 你也看得到 它的这个折旧率 其实也没有太好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表格当中 美国的这个机构 它统计出来 会发现双B的折旧率 会比较高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 有可能是因为租赁车